民主黨成員由中環匯豐總行遊行至政府總部 要求政府立即撤回、逮捕機制方案 民主黨政務部部長胡志偉說 七一遊行很清晰反映市民反對機制的意見 而政府的修訂方案也未能夠回應市民的疑慮 政府是沒有作任何的諮詢、霸王硬上攻 這一個是令到我們非常之憂心 政府是會憑著想著自己數舊票的時間 就可以為一些惡法開勞 我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立了一個好壞的先例 所以我們政府立即撤回、逮捕方案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要求建制派議員倒光 我們都會要求現在支持政府的議員 要快點懸崖立馬 不要再次做一些跟市民強烈民意衝突的決定 現在大家知道我只欠五票 如果有五個議員現在會心轉移 政府是必定會收回這個方案的 他說在13號會在立法會提出終止異讀辯論動議 又認為如果逮捕機制重案得以落實 將會成為23條立法的前奏曲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 謝謝 感谢观看